台股进入第二季主角会是谁呢 先来看到重店族群 今天来看华晨 华晨三月中旬 这是成交量 急缩是因为被列入了 助益处置股票 没有想到股价照涨不悟 关到什么时候 关到这个礼拜三 下个礼拜一正常交易 但是好像美盘买盘有一些忍不住了 今天赶快去追 大涨超过了9% 第二党市店同样现在是处置股票 同样被纳入处置之后 股价照涨不悟 在今天盘中涨幅也跟上了 所以重店族群眼前题材这么的多 是不是印证了市场说越关越大 第一季表现好票汉 关青请您上台来 那第二季还要复制第一季的行情吗 我想的确没有错 事实上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华晨 华晨关到四月三日 而且那一天是融券最后回捕日 现在还有多少 到这个昨天为止 到上礼拜五为止 还有670张的融券 所以这670张的融券 应该是还蛮紧张的 因为又是这种观景币的交易 成交不用没几张 就拉成这个样子 那我想可能还是建议大家是 这些融券可能是建好就收 可是看起来不是建好就收 看起来那些融券应该是赔钱的 所以你看到其实这整体的重电股 其实我们过去在这个节目 跟大家讲过很多遍 今年老实说AI很重要 但是AI如果没电就是废铁 那如果你要一些废铁干嘛 你当然要有电嘛 而且这些重电股 我想不管是试电华晨 甚至我们看到其实 现在为什么涨试电华晨 是因为美国 他们有很多的一些变压器 他们出到美国去 所以我们上次跟大家提到 记得两三个礼拜前提到说 试电本来是两班制变三班制 所以这全部的人就是一直在赶工 因为美国的需求很大 所以这边我们看到 其实包括什么 你看现在这一次上次的这个GTC 很多人都没注意到这个重点 回答这个GP200NVL72 我们上个礼拜有跟大家提到过 他用36个CPU加上72个GPU 把它串在一起之后呢 他有多耗电 真本是吃电怪兽 回答提供的数据 他说单一一个机柜 每小时是120KW 相当于12户家庭的每日用电量 跑一小时 人家用12户一整天 而且有人把它计算出来 大概是四个 Gogoro的换电站的用电量 这真的很可怕 你如果买一台来放着 就长这个样子 那是一小时 一小时就等于这些东西 然后呢 其实在这个上个礼拜 有一个能源会议 能源的探讨会 在美国 就有这个微软工程师 就有人问他说 你们为什么 你们为什么这个GPU的部署 这个怎么会 还跨州部署 你不放一起就好啦 工程师跟你讲 他说如果一个州部署超过了十万片的H100GPU 电网会崩溃 这几个字很可怕 电网会崩溃 十万片的H100 是什么样的概念 就是我们上次看过SORA SORA那个做影片 做影片的最高峰值 要用到七十万片 你看那个只有几秒钟而已 但几秒钟里面 应该说几秒 几分钟而已 对不对 那几秒钟里面的最高峰的时候 他用到七十万片 也就是说他要横跨七个州才有办法处理这些东西 六十秒的影片当中 在最高峰值要七十二 大概那个时候可能只有几秒钟 或者是大概几分钟 但是七十万片 他会可以崩溃 我们就来换算 他可以崩溃七点二个州的电网 所以他现在怎么弄 他现在是用跨区域的部署 无限频宽级别来做连接 所以你这个电网 如果不再去改 不把这个变压器改一改 不把这个电网重新弄一弄的话 我相信这个 这个你随便每个人买个集团就挂掉了 对不对 那甚至我们看到 其实现在还有个问题 就是美国现在 其实跟台湾一样 再生能源现在占上风 这个你没有办法 那个核电什么都变少了 不能说都没有 但是你看到 美国是从二零二二年开始 再生能源发电 已经超越燃煤发电 所以美国很多地方 像什么水力发电的 缺水的时候也会停电 那再生能源发电会有个问题 就在于说 他的一个什么 他有一个所谓的季节性 可能夏天比较比较强 冬天比较弱 像太阳能发电 刚刚讲那个水 水水够强的时候发电发得多 水比较没有 枯水期的时候没有得发电 那要怎么办 要装所谓的UPS UPS可以帮你怎么样 在电网异常的时候 去提供这个稳定的备源电力 所以你看 如果说你今天 我们今天把这个设定焦点放在哪里 你要去输入到输入到美国去 第一个是什么 重电 对不对 第二个叫什么 叫UPS 不断电系 没有错 这两个东西的需求 是会变得非常非常的大 所以你看到 其实我们回到这个 华城的K线主委给他看好了 其实这个很可怕 我们给他缩小一点来看 对 缩小再说得更小一点 好你看 其实几年前来多少钱 32块 更久之前还不到20块钱 然后呢 其实我们再放大来看好了 我们大概从这个二三年开始 应该说去年的年中开始 我记得没说是 大概在股东会之后 华城股东会告诉你说 我们那个有那个 维吉尼亚州的电力公司 来跟我们洽谈定燈 讲完 讲完就变这个样子 你知道吗 对不对 所以呢 其实去寻找说有哪些公司 开始有机会出到美国去的 这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有谁现在外销美国 好的 我们从重电来跟大家讲 外销美国 事实上我记得上个礼拜 居民提到 大同 你说真的 以前你说大同这种公司 不是在做电锅 不是 我告诉你 他变压器也很厉害 大同哦 今年四月 可挽拿到美国的 UAL的认证 就是这个美国的 叫做美国保险商 试验所的安全认证 那拿到之后就可以出货 他说可以出货 配电级跟电力级的变压器 而且先前他法处会 他一直跟你强调 他说我们重电 在手订单破百亿 今明年的业绩 看增啊 百分之二十五到百分之三十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准备一张大同 在法处会他讲什么 他这张图画得非常的漂亮 写了一大堆 他整个的一个台电强任计划 大同有占了什么东西 他说什么零碳能源 低碳火力 这边我们这都是 这都是这个什么设备改善等等 我们主要看这里 他做些什么东西 他有做三百四十五 KV的这个电力变压器 非常非常高压的 都很高压的 三四五KV并联电抗器 然后呢 一六一KV的GIS 二十三KV的GIS 大家不要以为GIS 不是都这个大都 这个中心电在做 不是啊 一六一其实大同 有一些市占 是说这种应该说是 那个更高的三四五 还是都是中心电 所以你看到 我们看到大同K线图好了 其实最近其实在涨的原因 也是为什么 也是因为他说 四月份要送UAL 四月份哪一月 这个月就四月份啊 所以这个月送UAL 一过的时候 他下个月说不定开始出货了 那开始出货的话 他股价会就这个样子吗 我相信可能不会有 而且我们把它缩小一点来看好 事实上大同的股价 已经创今年新高了 大家不要忘记了 这一波高点是谁买的 他们副董事长 当时我在节目跟他讲过 吴副董事长 吴副董事长 他高点的时候买不少 他现在全部解套了 那为什么会拉成这个样子 其实就是有一个人进来了 叫什么王文阳 王文阳人家看好中心电 那现在你知道 叫他现在去投资中心电 他可能觉得中心电比较贵 对不对 他反而去买大同 所以我会认为说 等到你千万不要等到说 等到你哪天看到新闻说 他的这个四月份送UAL 过了 那过的时候 股价可能就不是这个样子 那我们时间近一点 那什么时候买 然后怎么买 他这边有个跳空缺口啊 但是我这种是不会回补 所以最好是怎么样 这个红K的一半左右 你看今天刚好顶到哪里 就停到红K的一半 对五十五块 五十五块的上下部分 我觉得是很好的切入点 而且等到他的一个 UAL真的过的时候 我想股价恐怕不是这个样子 所以你不能等到 UAL过才去买 对不对 甚至看到第二档股票 我们看一下 就我们常在讲的中心电 中心电其实也很厉害 中心电就是 除了去年有云豹假车案之外 但不要忘记了 云豹假车到七月份 届满一年 为什么要跟他讲届满一年呢 因为过去云豹假车案之后 很多受嫌法人 他就把中心电 踢在他们的一个买进的一个名单之外 所以中心电很少 很少法人在买 但是过完一年之后 没有什么别的事情之后 会不会把他拉回来 其实上一次中心电法说会 总经理讲的很暧昧 说说不定你今天不买 事后就会买回来了 对不对 因为一年过后 你有没有什么别的事情 我是把他买回来 因为现在看起来 这些重电股里面 除了低价的大同之外 你要做变压器 你要做GIS里面 就他最便宜了 因为今年法人多半都 估在赚到九到十块钱 他也可以做像大同这么高压的吗 他做的是GIS 对大同又有做GIS 他主要是做 他这一次 而且重点是他已经拿到订单了 先前只是听说拿到订单 可是现在是法处会他提到什么 他说他已经拿到 美国电力公司的 小型变压器的订单 然后他说 接下来很可能会拿到 这种比较高压的 345kV的GCP GL订单 而且他法处会提到 他目前在手订单是410亿 加了一个第九座的重电厂 第二季开始完整贡献 我记得没错的话 一月底已经开始生产了 所以我们看他K线图好了 他最近整理的很久 你看 你就觉得你买的 若是市电 买的是这个华城多好 但是我觉得没有关系 这个股价还给他公道 其实他今天整理很久一段时间 非常久一段时间 可能就是休息要让你买的 我个人这么认为 因为毕竟我们可以切一下 这个投信买卖差好了 现在投信 投信买很少 你看 这好像 对 一点点一点一点点再买 我们随便切一下这个华城好 我们现在华城 华城先前 你看到投信怎么买一把 投信是这样买的 这个标多少 这个是一千 这是一千 刚刚那个看起来都是几十张几十张 所以如果等到七月之后 有人开始可以解禁的时候 会长什么样子 其实他今年的获利是直逼市电的 那会不会有什么样的发展 我想我们先不要猜了 只不过告诉他 现在看起来就特别便宜 那我们上次的奖励 栏股票叫什么 叫溯天 溯天其实现在的股价 比我上次讲的股价低很多 上次的时候 那时候股价低近三百元 我讲完隔天 创新高后股价还是拉回 今天还是250.5元 不过最近就涨上来了 溯天其实他的UPS部分 我们看到他去年赚了16.58元 所以你光看这个应该说矿本益比 看起来应该算蛮便宜的啦 他的一个上半 去年上半年的资料中心的电源 占比是31% UPS占比51% 然后呢 他事实上他是做自由品牌的 叫什么 CyberPow的一个经营 重点在这里 他的UPS 北美市占率是第二名 那不过第二名就20% 比方说第一名可能占的还比较 也没有多到哪里去 可能大家分散很多 重点来这边 他去年第四季毛利率 百分之53.2% 创历史新高 这公司 其实你看到公司 可能真的很小 因为其实你看到股本 其实不大 但是你看到毛利率是 百分之53.2% 我们看K线图好了 上次我讲完之后 股价拉到303元之后 开始大跌 那个时候是投信卖下来 你看到这投信卖下来的 对不对 但你看到现在哦 投信开始买了 所以你上次 如果你看到投信开始买 的时候 进去买的话 你是怎么样 你是可以赚到303这一段 所以现在投信还进去买了 是不是多半也代表暗示他什么东西 我觉得就是拉回 好好找机会布局 因为你看到 其实他股价走的也是 也是有点慢吞吞的一个感觉 但是我认为说 以250元来讲 甚至包括这个 去年获利16块多来讲的话 他本益比 应该说本益比算相当低 为什么说本益比低呢 我们回到刚的一个 回到刚的一个字卡 相较于续准的本益比够低吧 续准是1600 去年赚41块 这个250 只有他的几分之几 但是两家公司赚的怎么样 他的一个获利来讲的话 这可能三分之一 应该说超过三分之一以上 对不对 那我们顺便看一下 其实溯天什么样的一个产品 我们刚刚看这个字卡 这个溯天的这个产品 我们刚刚讲的资料中心 占了31% 这些资料中心里面用在什么 什么他说机架式电源分配器 现在大家看到机架都知道了 机架就是你看那个AI 他需要的一个一个机架 一个一个RACK R-A-C-K-L 对不对 高密度 高功率密度不断系统 模组化了三项不断系统 还有不知道 DCIM机房的能源关系统 现在这个东西很值钱 他有办法做到这个能源关系系统 这些东西全部用在所谓的资料中心 这个看起来就像 长得像伺服器嘛 那如果有装 挥达晶片 他就变成什么 就变成AI伺服器了 对不对 所以你去看到溯天自用到这部分 然后回到我们刚刚的字卡 蓄准也不是不好 只是说这几年经营状况 比较差一点 为什么比较差一点呢 因为他的产能90%在中国 现在麻烦在哪里 AI伺服器啊 他现在电源 他也不太敢在中国做了 但可能有些人敢 那我们不知道谁敢 所以也因为这样的关系 使得说 其实他很厉害 他UPS的营收是62% 专注所谓的DMS模式 所谓的DMS叫做什么 叫做设计制造服务 他只帮你做代工 帮你设计帮你制造 帮你服务 他不做自由品牌 他跟溯天这个Cyperpower 是完全不同的 溯天我只做自由品牌 我很少在做代工服务 所以他是做这部分 所以他的业绩很好 这个业绩应该做蛮大的 然后他法术会有提到 伺服器跟云端的成长 增加UPS的需求 不过最大问题在这里 他的产能90%在中国 他如果不去拓在别的地方的话 就比较麻烦一点 但是他状况就在这里 你看我们刚刚讲溯天 去年第四季毛利率是创新高 他去年第四季毛利率是怎么样 创5G新低 这可能就有一些差别的感觉 我想投稿网可以选择 我想其实续准是很厉害的公司 没错 只是说溯天可能相对之下 股价是比较低的 了解 好谢谢冠金 请先回座了 所以重店族群 第二季 还有没有他们的是 有而且怎么选股 两大族群 关心说第一个 重店概念股 第二个来自于不断店系统 谁在做价位 谁比较符合你的需求 操作建议跟题材 听我给你做参考了 休息一下 稍好要告诉你在今天 拉开第二季 序幕表现非常优异的 还有今天的神盾家族 神盾家族 光今年一月份跟二月份 并购的题材 让他的股价翻涨了一倍之多 上礼拜五又传出并购的消息了 这一次还要再复制上一次的翻涨行情吗 休息一下 建峰告诉你 投资市场瞬息万变 今天的利多 很可能就成为明天的利空了 所以怎么样随时能够掌握最新讯息 重点是做出专业的解读 而且化为精准在操作上的多空判断 记得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 前线百分百 每天带你掌握全球最新讯息